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新冠疫情再度进入到了流行期 机关署公布上一周新冠肺炎的本土确诊个案 已经来到了800多例 卫福部长邱泰元日前是提出了 要持续的执行疫情监测 以及强化防疫物品调度等等的策略 同时也呼吁民众要尽速接种疫苗 这个新冠的病毒越变 这个它的变异株越多 这个是一个常态 其实大家不要过度恐慌 基本上我们维持目前的这样的防疫的作为是足够 第六波新冠疫情升温 根据机关署公布上周新增来到817例 处于流行期阶段 卫福部长邱泰元表示 包含将疫情监测 防疫物品调度以及严定指引等策略 一时表示就新冠死亡率目前已经下降 但和流感相比还是不能大意 密切来监测国内外的疫情 那当然我们很注意到变异株流行的情形 强化我们防疫物品的储备跟调度 这个一直都是非常的严谨 在严定相关的临床及感染管制指引 那一直供医疗院所参考 新冠肺炎现在的死亡率大概是降到0.7% 但是还是比一般的流感 它的重症死亡率还是要来得高 必须要注意 这对新冠感染重症者属于多重慢线病的病人 常使用的抗病毒药物莫纳皮拉韦 能够降低感染后的并发症和死亡风险 在今年的使用量上增加许多 机关署日前就更新治疗指引 悠闲使用贝拉韦以及瑞德西韦两项抗病毒药物 病人事实上也不得一定要用莫拉皮拉韦 比如说是重度的肾脏疾病 或是重度的肝功能等等 目前看到这个剩下的量 事实上就是可能会不够 最近也就增加了采购2万人份 那应该7月4号以前就会送到台湾 那说到台湾所会立刻配送到这个医疗院所 疫情审问机关署表示 全国莫德纳XBB疫苗 人有百万剂 65岁以上长者 有免疫或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 尽数接种疫苗 呼吁一般民众出入人多场所 还是把口罩戴起来 避免病毒入侵 人间新闻正经家梁海瑶 台北市场报道